1965年是以四蛇年,这一年出生的生肖蛇五行鼠木,生肖蛇理性睿智,逻辑思维能力很强。 待人处世沉着冷静,对人对世并不热情,不善于交际,但外冷内热。 以四年出生的生肖蛇,五行鼠木,携带着木的属性,就是生长和春天的气息。 鼠木的生肖蛇具备独到的思考力和分析力,它们像树木一样,根深夜貌,稳重而富有生命力。 这种类型的人在待人接物上,外表可能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,但内心却隐藏着温暖与关怀。 以四蛇年生的本命佛为普贤菩萨,这位佛陀象征着智慧。 老年鼠蛇的人在生活中可以借助普贤菩萨的智慧力量,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困惑,尤其是在家庭和事业上的重大决策。 在紫微豆数学中,鼠蛇的人坐落在天府星之下,这颗星象征财富和福气。 老年的以四蛇人通常在财运上较为顺畅,但也提醒他们在享受物质财富的同时,更应注重财富的积累和合理配置,以备不时之需。 健康方面,鼠蛇的蛇人要特别注意肝脏与胆的保健,因五行目对应肝胆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,避免过度劳累,是度运动,是维持健康的关键。 心情愉悦,合理安排生活与工作,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之一。 在人际交往方面,鼠蛇的老年人虽然外表看似不够热情,但一旦建立起深厚的友谊,却能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人生的优劣时光。 因此,建议老年鼠蛇人多参与社会活动,拓展社交圈,这不仅能丰富他们的社会生活,还有助于心理健康,使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和精彩。 对于可能遇到的意外,已经告诉我们吕霜兼兵制,意味着在趋吉避凶的同时也要做好准备,迎接可能的困难和挑战。 老年鼠蛇的人应当在保持谨慎的同时,加强自我保护意识,尤其是在行动上要注意安全,避免高风险活动。 鼠蛇人在三元九韵的影响下,应灵活应对各种变化,善用自己的智慧和直觉,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方向。 随着岁月的流逝,老年鼠蛇人会发现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。 在深入分析老年以四目蛇人的命理后,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他们晚年生活中的关键领域。 根据紫微斗鼠星药与十二宫卫的运势,可以预测出他们在不同生活段落中的转变与需要注意的事项。 紫微斗鼠中,老年以四目蛇人在晚年受到左辅和右臂星药的影响,会收获非凡的帮助和支持,无论是亲朋好友或是社会关系,都可能成为他们幸福生活的不易。 在流年的推移中,有可能会遇见新的朋友,获得与年轻人交流的机会,既为他们带来新鲜感,也能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变化。 在财运方面,木蛇人擅长策划与分析,往往能够在早年积累相当的财富。 然而在晚年,面对财富的管理与维持,仍需保有稳健审慎的态度。 他们应特别关注退休金,投资及遗产规划,确保个人资产的稳固及合理流转。 健康上,由于五行鼠木与肝脏,胆的健康紧密相关,需注重肝脏功能的保养和情绪的调节。 传统中医认为怒伤肝,因此保持心情愉快,避免愤怒与紧张,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。 同时,适当的体育运动,如太极、散步等,不仅能强健身体,更有助于调养心性。 对于老年乙丝木舌人而言,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意外,主要与家庭、健康和财务相关。 家中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,如防滑措施、应急设备的安装等,都应加以考虑。 同时,也要防备可能出现的网络诈骗或其他针对老年人的欺诈行为。 根据八字理论,老年乙丝木舌人应顺应天时地利人和,采取更为灵活的生活方式。 例如,在旅游、文化活动的选择上,可根据个人八字的喜记来决定。 通过参与舒缓心智的活动,如养花种草、书画等,可以进一步提升生活品质。 总体来看,以丝木舌人的老年生活布满智慧与机遇。 通过合理的规划、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,以及对个人命理深入的理解,他们可以在晚年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,安享晚年。 最后,鼠舌的老年人在享受生活的同时,也应该继续追寻内心的平静和精神世界的丰富。 无论是学习新知识,还是从事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爱好,都会使他们在晚年过得更加精彩和充实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吴敬子在《如林外史》中写道,宁七百虚功,莫七少年穷,终须有日龙穿凤,恩信仪世苦穿龙。 老年人上了年纪了,也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了。 唯有年轻的人,他们前途无量。 要坚信,能否出人头地都不是注定的,而是有变数的。 生活,如果只存在定数,而不存在变数,那就没有意思了。 偏偏这红尘俗世既有定数,也有变数,所以每个人才有不断积极进取的动力。 有人问过王阳明一个问题,命真的能够改变吗? 王阳明给出了自己的观点,命跟你的心有关,你的心变了, 那你的命就变了。 其实,这就是圆了凡所说的,一切福田不离方寸。 从心而觅,感无不通。 所有的福报都蕴藏在我们的内心当中。 以内心为基础,去寻觅我们的福报, 那我们将越活越有福气,命运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刻有所改变。 哪怕你是苦命人,只要你碰到了这些转机,那你的命也会越来越好。 很喜欢这么一个词,天道酬勤。 老天爷最喜欢的,不是那些懒惰之人,而是勤勉之人。 勤勉者,就等于走在了变数的道路上,用自己的努力去扣开命运的大门。 当然,真正的勤勉者,并不是那些只会做苦力的人, 而是那些认清楚了赛道,就默默积累实力,默默钻研业务的有心人。 一旦机会降临,这些认清楚了赛道的人,将会抓住时机,一飞冲天。 就跟熊鹰一般,翱翔在天空当中,就像乾隆一般,于海底里面纵横十万里。 为什么这世间,还是有那么多的苦命人呢? 关键就在于,他们蓄力的程度不够。 一无能力,二无所积累的人脉和资本,就算机会摆在他们的面前,他们也抓不住。 人,唯有提高了自己的能力,才有机会触碰命运的瓶颈,甚至突破它,成就非凡。 有一种情况就是,你越是想赚钱,就越是赚不到钱。 你越是想完成这件事,你就越是难以完成。 当你无所求的时候,惊喜往往会出现。 这,就是古人常说的有心灾花花不开,无心插溜溜成印。 你一味心思放在灾花这件事上,一直给它浇水施肥,也许过几天它就枯萎了。 反之,你没有任何刻意的心思,不急不躁,这百花也许就盛开了。 无论做什么事,哪怕是希望改变命运,我们也不该过分急躁。 要知道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人急做不成大事业。 清代帝师翁同和说过,美林大士有静气,不信金石无骨弦。 遇到大事,第一时间就要消除所谓的躁动和力气,以镇定之心去应对。 随着你的心境越来越好,做人越来越坦然,也许转机就出现了。 小窗幽记中有炎,苦恼世上,一起虚温,市场中肝肠欲冷。 在这个充满痛苦和烦恼和人世间,人之心态还是要平和一点,身处于物欲横流的名利场当中,我们也该冷静点,看开点。 说到底,越是痛苦,越是处于低谷,我们越是不能烦恼,也不要有抱怨的心态。 苦命人,通常就是越抱怨,越倒霉。 试想,你本来是很有福气的人,老天就来考验你,谁知道你整天抱怨,那老天又怎么可能会把福气赐给你呢? 有些时候,不是老天想让你苦命,而是你自己让自己苦命。 抱怨之人,终究会吸收身边的怨恨恶念,最后苦恼难耐,命浅而浮薄。 人活于世,知足常乐就好。 有些时候,以无为胜有为,把握当下,脚踏实地,那你的往后余生就不会差到哪里去了。 年轻人,一看到自己喜欢的对象,就去强求对方跟自己结婚。 谁知道,对方不喜欢他,还拒绝了他,而他看不开,就郁郁寡欢了。 中年人,一看到别人能够赚一千万,自己也想赚一千万,强求自己跟别人趋同。 谁知道,他越是抢求,生活的问题就越多。 老年人,一看到别人儿孙满堂,家庭幸福,就责怪自己的孩子没本事,毫无用处。 谁知道,孩子逐渐厌恶父母,甚至跟父母对着干。 有些东西,本就不属于我们,我们非要强求。 这,不仅是跟自己过不去,也是跟命运过不去,甚至跟老天过不去。 有句话说得很现实,你尊重了老天,老天才会尊重你。 你不尊重老天,老天会将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收回去。 普通人,切勿抢求,在很多事儿上,努力了,尽力了,对得起天地良心了,那就可以了。 要坚信,你的尽力和良心,会成为你苦去福来的开始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 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